汗前上火垫擦出钢花转瞬即逝 免照下汗水滑过莲家年复一年 用青春追寻灿入烟火的刹那炫 用一生点亮大锅制造的星星之火 不怕辛苦了 我能坚持下来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我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出来 所以也是这样咬牙坚持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街头怎么样把它接得更平均 更均匀一点 我现在这街头接不好 像这种啊 它这个游池不是一个椭圆形的吗 你在饭桥的药皮啊 刚好拉到这里 拉到最高点 就走 就没有停 一刷就看不出那街头在哪里了 咱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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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都是7点半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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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都合作 这样它温度就不会那么高 你温度高的话 它就容易咬边 也容易产生那个气孔 这个地方这么多管道 缝隙又太小 人进不去 后面的汗口根本看不到 只能用镜面汗 通过观察镜子的反射 来汗接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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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南 唯有汉工界的极少数高手 能担此重任 刘宰才 便是这样的极少数 当时我以前也没学过 精面汉的 用卫生纸模拟管道 在卫生纸前面放一块镜子 我就看着镜子拿饼 比如说汉强在卫生纸边协裂 困难位置的罕见问题逐一解决 热电厂的江湖旧集圆满完成 对刘宰才技术支援的邀约 仍远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像你一个人在施工界那样 你只能是干一个人的活 所以你在汉陪中心 你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 初夏 广东火电汉接培品中心的年轻汉工们 即将迎来一场重要比赛 这批年轻汉工们的赛国 将成为刘宰才对自己一年的工作检视 也将成为他对南越电焊行业的交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都会认真地教给我们 讲解给我们听 也会轻手释放给我们看 毕竟有一个这么好的教练在这 我想我以后学的可能会快一点 三千多昼夜的教练生涯 刘宰才已培养出三百余名汉工 他们大多能独当营业 但其数量依然跟不上澎湃激荡的中国速度 电焊行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你整支竞赛 把刘宰代表 主展台 在比赛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不要紧张 还有在比赛的时候每根焊条都检查一下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吧 谢谢大家 我先祝2022年中国五天大赛 广东火灭半天公主公司 青年半公季的竞赛 看不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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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白天比赛的喧嚣退去 此刻的流仔才独自留在考场 为本次考试的作品外形打分 徒弟们究竟能不能取得好成绩 这一切都要等一个星期之后的 内部结构透视平分揭晓 端午 龙舟水不期而至 这是流仔才每年的归乡之计 在等待赛果的间隙里 流仔才暂时放下为人师的重担 奔赴岳北老家 尽一份为人子的孝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oon 杨茜茜茜 杨茜茜 大家都辛苦 我要辛苦 因为鼓励两자가走 走路 辛苦 有 刘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记录准备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年一次的相聚 短暂如火花 疏忽而逝 但家人眼里的光 如同牛仔才多年前 看到的电焊火花一般 温暖而灿烂 足以照亮未来的路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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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死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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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